今年是古灵头战役70周年 总统蔡英文到今晚参加纪念大会 这次时特别提到了 和平从来就不是靠妥协退让 更不是卑躬屈膝 而是要靠最坚实的国防 他也强调会让世界知道 台湾守护主权的决心 亲自颁发奖章给当年金门前线英雄 总统参加古灵头战役70周年纪念大会 感谢将士保家卫国 奠定台湾70年来的民主自由 古灵头战役也提醒我们 和平从来就不是靠妥协退让 更不是卑躬屈膝 而是要靠最坚实的国防 以及团结的意志 宣在金防部行天厅 宣示捍卫台湾主权 别具异议 总统承接当年的国军信念 过去先列前辈所坚持的信念 也是我所坚持的目标 那就是国土主权寸步不让 70年前共军侵犯金门 国军死伤达6000多人 当年参与战役的年轻小伙子 如今都已90多岁住着拐杖 但一起战场杀敌 仍旧历历在目 脚包上面有人 我马上就看了 两枪的人就跳起来了 那你说他不是吗 用手榴弹 把我这个自动步枪 跟我打垮了 我这个地方受一段轻伤 我每一班八个人 打死了四国 击退共军侵略 用生命保卫国家 如今两岸之间的战争 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交战 今年823满60周年 古宁头大劫正好70年 蔡英文两度前往金门宣誓 捍卫国土 主权寸步不让 要争取中华民国派的支持与认同 东西新闻 专家老师敦 在金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